大家好,我是阿炬 时间过得很快,一眨眼,急勿于难一年了 阿湘也在入罩安稳地生活着 但他内心还是很痛苦 这天,老掌柜跟板东商量 他年纪大了,想要辞职退休 但板东表示,入罩刚刚好转你就辞职 这不是难为我吗 掌柜表示,他走后希望梅木能当新掌柜 因为年轻人里数他最能干 板东也表示,这小子确实不错 平时话不多,但人又很勤快 老掌柜又说,他现在辞职也是因为梅木 因为梅木一直暗恋着阿湘 老爷当时安排他娶绿子,他很为难 但是,老爷您养育了他 梅木又不敢反驳 本来这小子也对阿湘死心了 不料急勿忽然出了事 这让梅木尘封已久的心再次骚动了起来 可是,每天要面对绿子 又要面对不可能的阿湘 他实在坚持不了 只有把掌柜让给他做 他才能重新点燃斗指 到了晚上,板东将这件事告诉了刘一 刘一表示,现在为师太早 吉武离开修一年左右 阿湘不可能接受的 第二天,退休仪式入院而至 酿造师傅慷慨激昂的发言 赞扬着这位掌柜的贡献 可这家伙跟我的配音一样 激动过头说错了话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 掌柜退位了 也是在今天梅木尚未成的新掌柜 与此同时,赢一郎也当官了 他任职了营业部经理 这一次的人员分配 有人欢喜有人忧 就比如迷太郎 当然,他只是一个小角色 在吉武走后的第一个中元节 阿湘在绿子的陪同下 穿着吉武的衣服祭奠了王夫 他希望吉武的灵魂能够看到他 另一边,弥太郎又左摇了 他无故挑衅眉目 说他虽然是掌柜了 但别想骗阿湘小姐的心 气得眉目将他一拳放倒 怒斥他多管闲事 说完转头就走了 弥太郎则委屈得像个小姑娘 折天 那个要债的钱庄老板又来了 板东看到这个煞星就头疼 可这家伙今天很反常 客客气气还很卑微 板东说他黄鼠狼给鸡拜年 没安好心 这人说有点私事 还让板东不要取笑他 板东听完都笑了 误以为对方让他去做煤 说自己老了腿脚不方便 但对方说不用乱跑 我看上的人就在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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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东哭笑不得 他说阿满已经有孩子了 可这人说他知道 而且自己那方面不行 这娶一个送一个 蛮适合他的 他跪着求板东 务必要成全这段姻缘 板东问阿满的意思 阿满表示一切听老爷的安排 在板东和刘依的撮合下 这段佳话还真的促成了 这天的阿满格外严肃 带着儿子就去拍结婚照了 入照这边 女佣们夸赞阿满的衣服好漂亮 马场酸坏了 抬杠说租来他衣服 小姑娘没理他继续八卦 马场又表示 从今天起 他就是这个家的总管了 而且是很无情的那种 嘚瑟没过三秒 刘依就来了 女佣们再次嘲笑了起来 不得不说 马场跟迷太郎 都是本篇的搞笑担当 为了入照能持续繁荣 板东准备撮合阿湘和眉目再婚 刘依开始试探 说吉武已经离开一年了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呢 阿湘很实在地表示 打算用心做好酱油 当一个酱油的女儿 板东又说 吉武已经走了一年了 就如同当年千代走了一样 事情总要过去 我们也要面对新的生活呀 这一下阿湘瞬间明白了 得知竟要安排他和眉目结婚 阿湘难以接受 起身就匆匆离开了 看着面前的这个吉字 阿湘的内心很难平静 他不是不理解父母的意思 但想到他和吉武的孩子都没保住 阿湘就痛苦不已 当天晚上阿湘梦到了心心念念的吉武 还是那个令人怀念的蜜月 这是一个悲伤的梦 吉武在阿湘的心里 留下了无法排除的悲伤 早上 梅目和阿湘都在干活 梅目被阿湘看得心里发毛 他不知道板东夫妻撮合两人 所以不明白阿湘为何如此 阿湘知道自己失态了 正是尴尬之时 还莫名其妙地又出了丑 旁边梅目看得笑出了声 板东也找梅目谈话 板东表示 28岁的人了 连个女人都没碰过 成何体统 此时的梅目也很尴尬 他告诉了板东 自己有一个喜欢的人 板东问他是阿湘吗 梅目又不敢说话了 梅目惊讶之时 板东又说 你一定要把他追到手 用你的真心好好对他 这是我和刘一的共同愿望 梅目听后很是激动 这是老张人在帮自己追老婆呀 到了晚上 板东就将阿湘叫了进来 老头是一脸的自信从容 因为他相信 经过他指点的梅目 一定在泡妞方面开窍了 于是就离开 把时间留给了二人 可梅目很紧张 内心再三挣扎开了口 阿湘直接懵了 他明白肯定是父亲的意思 可他接受不了啊 说了句抱歉就匆匆离开了 事实上 阿湘并不讨厌梅目 这个男人深受父亲信赖 工作认真 格局也很大 这些他中学时候就知道 可是心里只要有吉武的影子 他就不可能喜欢其他男人 阿湘走后 板东立刻进屋了 板东有点不相信 问梅目是不是按他教的说 梅目没敢回答 只是说自己不会放弃的 这句话好像给了梅目胆子 他比喻 阿湘和他就是酱油 慢慢酿造 一定能成 板东却说 当年吉武一根鱼竿就把阿湘调走了 你眉目还在慢慢酿造 等你磨磨唧唧变成老头 你也就没戏了 眉目听后仿佛明白了什么 这天阿湘又来看吉武了 无人素肠的他只能来找吉武倾诉 也许是受了板东的影响 一向正经的阿湘今天也变了 现在父母劝他再婚 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另一边 绿子和小斌又见面了 这是时隔一年后第一次见面 期间小斌给绿子写过信 绿子看完信之后 小斌的坦白和勇气促使他来见面 现在的小斌和初遇史也变了很多 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 只要不断努力学习 一切不可能皆会变成可能 绿子在东京潇洒 入罩也不闲着 为了阿湘的婚事 板东和伊朗吵得天都快塌了 文讯赶来的阿湘也不敢吭气 世上哪有父亲贵孩子的 此时的板东像个风竹残年的老头子 伊朗表示 是我无能才会这样 板东也在此时正经起来 他告诉阿湘 没有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 教育他们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不断称赞让他成长 另一种就是必须彻底磨练成人 赢一郎属于第二种 因为他从小太优越了 镜头一转 弥太郎又开始搞笑了 他来找梅木喝酒 说是开导开导他 梅木刚坐下 弥太郎就语出惊人 夜里的梅木来跟前掌柜请教 这个前掌柜可不简单 毕竟是曾经教过板东跑牛的 老头一开口就知道老江湖了 他告诉梅木 女人嘛 你就要厚脸皮坚持到底 用你的所有热情去追求他 爱情本就是笑着饮毒酒 你要让阿湘有一种 牵着你的手就不会迷路的感觉 梅木听完貌似懂了 但执行起来就不行了 和平时没什么两样 梅木不行 那就板东来凑 早苗忽然跑来告诉阿湘 板东心脏不舒服 阿湘和梅木对视一眼吓坏了 随后赶忙冲去 这边板东确实躺在了床上 一副病入膏肓的样子 其实他是装的 看这次的情况属实有些严重 梅木说他去找医生 救出品 母… 老婆… 老婆… 老婆ね… 那事只要是罵下旅行的 我的父母是这样的 真是你? 感觉到你 梅木丹木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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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坂东精湛的演技下 眼看阿湘就要答应了 偏偏这时来了地震 即将断气的坂东瞬间清醒 着急盲慌的想要逃生 眉目用身体压住坂东实施保护 坂东连骂带踹的挣扎开 在这地动山摇之际 丝毫不影响坂东六亲不认的步伐 一个人率先冲出了房间 这一下阿湘和眉目再傻也都明白了 尽管刘依还在极力掩饰着 但是眉目和阿湘已经蒙得不知所措了 阿湘呆呆地看向自己的母亲 刘依赶忙闪躲地避过了目光 而坂东逃到屋外以后 想到刚才的演技笑出了声 这一下阿湘是真的有点生气 这算怎么一回事吗 海浪还在翻滚着 就像阿湘的心一样 他来到吉武家 见了很久都没看到的利根 他告诉婆婆最近发生的事 利根却笑笑不以为然 他也劝阿湘再婚吧 幸福是靠自己把握的 他不能让道德一直束缚着阿湘 回来的阿湘赶上了小雨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眉目竟然在等他 也是在这一天 眉目和阿湘认真地表白了 他敞开心扉对阿湘说 十年前我就喜欢你 如今有了机会 我不会放弃 纵然让我再等你十年 我也愿意 阿湘其实真的很为难 一边是父母劝阻 一边是道德和爱情 他如何选择 内心都会痛哭 眉目的话也令他非常感动 他告诉眉目 会好好考虑这件事情的 来到绿子这边 他和小斌从早上 一直聊到深夜 此时的绿子 已经爱上了小斌 但他高傲的姿态 令小斌望而却步 小斌都准备放弃追求绿子了 今后再也不会奢求这件事 绿子却说 回到入照 阿湘很严肃地告诉母亲 他决定听从父母的安排 再婚嫁给眉目 这句话让刘姨愣了好一会儿 随后才让早苗赶快去叫板东来 麻长也冲了进来 他为阿湘感到高兴 并送上了最真挚的祝福 板东进来之后有点担心 这样的大事 阿湘还是亲自和板东又说了一次 然而板东刚刚大笑之时 眉目表示 请让阿湘嫁给他 而不是让他入赘 这样阿湘就是眉目香 因为入照是婴一郎的 能娶到阿湘他就知足了 不能染指家业 阿湘也是这样想的 这让板东更加欣慰 他觉得自己多了个儿子 还是很有能力的儿子 快乐的气氛 一直持续到了晚上 眉目喊着我要娶阿湘了 我要娶小姐了 然后又让阿湘看着他 问阿湘他还年轻吗 得到了阿湘的肯定后 眉目好兴奋 索性 没让他再等十年 绿子也从东京寄回了信 忠心地祝福阿湘 不得不说 绿子不是在订婚 就是在订婚的路上 昭和八年十一月 阿湘和眉目马上要结婚 绿子也回来了 还带着身为陆军少尉的小兵 此来不为别的 只为了让板东认可他挑的男人 当然 这一举动让路兆众说纷纭 酱油工人们看着这个曾经的工友 如今竟然要娶大小姐了 小兵的内心也是百感交集 毕竟这个地方是他曾经的家 今日的板东略显严肃 一副不苟言笑的做派 让绿子很是为难 尽管刘依在热情招呼着小兵 但气氛还是特别压抑 这种情况下 身为军官的小兵也特别拘谨 当然 拘谨就对了 因为板东很随意地告诉他 春秋大梦谁都会做 但你这个家伙 现在可不是一般的飘 绿子也是你等货色可以染指的吗 尼菩萨尚有三分火器 小兵听后起身就要道别 绿子也在此时表态了 纵然很想参加阿湘的婚礼 但他绝不会一个人参加 意思很明确 这个家他不留 绿子与小兵点头示意之下 大家都能猜到 他俩肯定还有别的计划 所以这个铁骨铮铮的绿子小姐 转头就和弟弟妹妹打成一片 婚礼的日子就这样到了 日本婚礼的氛围比较冷清 只有黑白两种颜色 宾客们也不说说笑笑 甚至在中国人的眼里 日本婚礼不像喜事 像丧事 但这是日本特有的传统习俗 新娘会穿着日本传统和服 虽然看着特别素 但意味着纯洁无瑕 那代表着新娘的忠贞 代表新娘要将下半生交给眼前这个男人 板东表示 眉目其实挺可怜的 有年失去双亲 机缘巧合下来到了入罩 板东一把屎一把尿将他养大 并一步步培养成了掌柜 回想起当年依稀利利在目 小家伙半夜就偷偷哭泣 如今能和阿湘在一起 板东很是欣慰 当然 阿湘也一样 从小不在身边陪伴 但却如此乖巧懂事 他曾经说过 一定要从我手里把你嫁出去 如今 这个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阿湘再婚 外穿时知道了 渔夫为了替吉武出戏 故意宰着发臭的沙丁鱼 撒在入罩门口 用来羞辱他们 沾沾自喜回来的几人 完全不知道 他们的做法有多下作 事实上 利根作为码头的女性统治者 度量之大可以想象 但如此小气的做法 只会让利根陷入被动 所以他异常愤怒 第二天一早 大家就询问坂东此事 坂东表示小场面 利根已经发来了道歉函 这件事情 也不要让阿湘他们知道 偏偏在这时 小斌又来了 坂东表示不会见他 今天的绿子格外硬气 坂东一向嘴硬 但他今天的状态 不难看出 是那种欲言又止的样子 是那种家长对孩子的无力感 随着火车的黑烟滚滚 绿子这次真的走了 他和小斌去了东京 这天 弥太郎被眉目保释了出来 为什么是保释呢 因为他在眉目和阿湘结婚时 气不过 气不过就气不过 偏偏跑去青楼闹事 结果挨了一顿毒打后出来了 弥太郎暗恋阿湘不成 又发现自己喜欢女佣早苗 他和早苗卖惨 让早苗嫁给他 早苗当然不愿意 他认为弥太郎一无是处 惹祸吹牛倒是第一 弥太郎也真是想成家了 这小痞子竟然真的在改变 不怕他是小流氓 就怕流氓有文化 弥太郎虚心地和人请教写字 然后写了一封情书给早苗 可这情书被马场收到了 月黑风高之夜 弥太郎准时赴约 嘴里还哼着小曲儿 另一边 满面桃花的马场也来了 就和一只欢快的小兔子一般 两人一碰面 马场很霸气地拿出收到的情书 这不看不要紧 弥太郎差点当场去世 来到第二天 正在玩溜溜球的板东叫了弥太郎 这家伙好不见外 上来就和板东没大没小 甚至还自信满满地教育板东 溜溜球该怎么玩 板东丝毫不在意 因为他要开除弥太郎了 弥太郎很害怕 跟板东说他会改掉陋戏 因为他现在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板东态度坚决 表示留你不得 弥太郎退而求其次 他说我走可以 请把枣苗嫁给我 听到这个消息 弥太郎疯了死的就要去追早苗 甚至连方向都搞错了 这个老头真的太伟大了 成全了一对又一对 都说火车站见证爱情 飞机场见证离别 这天的弥太郎很爷们儿 好似精神病一般在火车站嘶吼着 嘶吼着不再喝酒 嘶吼着不再打架 这些话早苗全部都听到了 东京这边 绿子和小斌真的结婚了 与此同时 他也给板东寄了一封信 而行千里牡丹忧 纵然板东再生气 绿子也是他的宝贝啊 但绿子不懂板东的心 因为板东深知 作为皇军要上战场 战场上枪炮无眼 跟这样的人只会提心吊胆 樱花树下 这位父亲落寞地站在庭院里 好似一本厚重的书 承载着岁月的沧桑之痕 绿子结婚之后 从气质高冷的小姐 变成了家庭主妇 一切看起来如此鲜熟 生活就是卖掉了梦想 换成了最后的柴米油盐 阿湘再婚后不久 他就怀孕了 这也是第一次和眉目亲密拥抱 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大事 岛国妇女们联合运动 想要夺取女权主义 甚至煽动刘衣带看阿湘 也是这件事过去后不久 阿湘要临产了 板东着急地来回踱步 这两个男人一个比一个紧张 板东也真的老了 病脚都慢慢开始发白 他还在告诉眉目 不管男女都要高兴 嘴上这么说 但自己激动到烟都点不着 眉目更是颤抖着 打不着火柴 也在此时 婴儿的哭泣声传了出来 刘衣也赶来道喜 生了一个儿子 话音刚落 眉目和板东激动地要跳起来了 忽然一个不和谐的声音来了 笑声在入罩不断传出 两个大男人高兴地拥抱在一起 阿湘的双胞胎儿子很是可爱 圆圆的脑袋 大大的眼睛 经过他们的商量 名字定下来了 老大叫昭妍 老二叫和妍 海浪波涛汹涌 外穿这边也不停歇 善吉和立根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他一定要从青楼将亚美输出来 立根破天荒地同意了 但是 有一个要求 输出亚美可以 但善吉要听立根的安排 和另一个女人结婚 立根能怎么办 吉武走后 他一直扛着这个家 眼看老二站不起来 这个女人的心酸 又有几个人能懂 寒风瑟瑟地吹着 正在熟睡的板东夫妇并不知晓 有个毛贼进屋了 但还是被板东发现 发现又能怎么样 人家手里有刀 板东只能忍栽给钱 小毛贼抢完钱就来到青楼 你以为他来循环 大错特错 原来他是亚美的弟弟 荣二 他不仁姐姐流落烟花之地 成为千夫所指的风神女子 所以铤而走险出此下策 但是亚美不知道这钱是怎么来的 弟弟荣二骗了他 也正因为这样 差点让善吉蒙受不白之冤 和里根谈好后 善吉也来为亚美赎身了 偏偏遇到了警察 这一来一去间 竟怀疑到善吉的头上 同时也得到了另一条线索 所谓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荣二还是被绳之一发了 大哥意外死亡 大姐流落风尘 当年岛国的世道就是如此 所以这姐弟俩真的很可怜 经过一番逼供后 荣二终于承认了 板东一眼就认出了他 然而姐姐出来的时候 让阿湘一惊 直接从凳子上站了起来 板东很惊讶 阿湘为何会认识青楼女子 回到入罩后 阿湘就求板东帮帮他们 他们真的很可怜 但是板东态度坚决 现在整个国家都这样 我们救不过来 所以果断拒绝了阿湘 但老头一向嘴硬心软 不仅帮亚美赎了身 还收留他在入罩当女佣 荣二从少年赶花院出来后 也到了入罩工作 善吉来到了入罩 建议亚美一切安好 也坦然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绿子在这期间也过得不错 但是小斌却很痛苦 绿子这家伙 没事研究政治 被小斌的竞争对手发现了 所以小斌失去了很重要的晋升机会 导致婚后他第一次对绿子发了脾气 虽然发了脾气 但他没有动手打绿子 这一点比吉武要好 八月份的一天 绿子在服装店挑选 就在他看一件衣服的时候 他竟然看到了吉武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然而定睛一看 这真的是吉武啊 但吉武明显有些呆滞 绿子赶忙追了出去 看着这个呆滞的吉武 他慢慢靠了过去 这男人有声把他接线 不 像一样 一样 一样 绿子见情况不对想走 他有种不好的预感 但这个男人不让他走 让他配合工作 他是一个警察 绿子再次看向面前这个男人 他会不会是吉武呢 究竟发生了什么 就让我们在下一期再揭晓吧 喜欢的别忘了点赞订阅 点赞越多更新越快 咱们下一期不见不散